现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议长,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2022年的1月5日。 我们远回来了IOWJCA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最高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同时,今天也是一年一度的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开幕式的日子。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冰城,哈尔滨。 来参加IOWJCA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最高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在这里代表IOWJCA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最高理事会对利林本次会议的各位领导、嘉宾、议长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 欢迎大家。 现在请全体起立。 请全体起立。 现在请您站起立。 请您站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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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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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则 繁善全球环境至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将和绿色低碳本型构建全球发展命迹图层 下面的时间将由主持人宣读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李宇成总议长贺词 虎巨原言 锐照天 苍茫大地 顺时轻 冷色冰盘 石逢酒 风花雪月 谭笑惊 尊敬的IOWJCA最高理事会执行主席团 IOWJCA东北亚东盟 中国总部和全球国际组织 IOWJCA委员以及全体员工 大家新年好 今天我们欢聚在美丽的冰城哈尔滨 隆重举行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东北亚东盟 中国总部最高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哈尔滨验证认证总部揭牌开业庆典 我仅代表全球主席团 向参加今天大会的领导 嘉宾 朋友和全体员工 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在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组建过程中 由国际组织总部到各地区总部 各级理事会 委员会 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 着有成效的工作 同时也得到了国政府 尤其中国政府和中国地方各级政府人力 物力等方面的保障 指导和支持 对所有参与国际标准 ICJC IJC国际标准 绿色企业技术产品的相关企业 黑龙江国际绿色企业联盟的全体员工 在此一并表示诚振的感谢 向各位道上一声 大家辛苦了 大家知道 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五千年的 作战 灿烂文面 早在两千多年前 千古一地秦始皇 修建的世界史上七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 就已经统一了技术上的全领域和货币计量 并一直沿用至今 1500年前的罗马时代同样使用了技术标准 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也通知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 大力推行全球经营战略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 谁掌握了技术标准并加以作用 谁就掌握了世界战略的主动权 地球 气候问题 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重大安全问题 联合国和各国首脑都认识到 只有实现绿色产品发展 才是解决地球环境问题的唯一途径 因此绿色技术产品发展的实践 也成为了人类世界的共同责任 并且IOWJCA宪法受托人 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结论 通过具有国际自治权的 气候环境宪法建立国际组织 经20余年的不懈努力 完成了气候环境宪法 于2013年6月18日G77会议上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应运而生 并以此通过国际验证认证 支援国际绿色产品的实践和公务 正式履行人类的命运 共同体使命 天下为功 人间伟大 刚刚过去的一年 是中国人民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年 成就辉煌 国富民强 特别是 陈卓应对 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 应现大国力量 新年一是 中国开启 十四五和第二百个年 奋斗目标新征程 为打造世界强国 成为世界中心 迈出坚定步伐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 落成庆典 并将对旅行 全人类命运 共同体使命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必将在全球绿色气候 发展史上 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必将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 和中国人民绿色环保 低碳生活 产生积极影响 并将不断开创绿色气候机构 工作新局面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成为新的目标 在建设在中国 和中国国家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做这个 我们能够取得这个 目标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只要我们坚持 以IOWGCA 气候环境宪法为宗旨 有引领世界的中国政府的 有力支持和大力的指导 有各总部 各企业的共同奋斗 一定会共同创造 绿色气候伟业的奇迹 浮血绿色气候 发展展新篇障 最后 我再次对摆蒙池中 参加今天大会的诸位 表示深深的感谢 祝大家新年快乐 合家幸福 工作顺利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we will hope that you will enjoy joining us during this meeting and we welcome you with open heart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